严喜攻略魏英洛风贵人后,第一个收拾的宫女是她,后来被写肥利用,朱魏英洛杀害而情,也导致魏英洛失宠,和所有的宫斗戏一样,严喜攻略的宫女在剧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,她们可能是主子的助攻,也可能是背叛者,其中获夺的宫女在剧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不或少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,失去其他哥的复长皇后心灰意冷,加善而情以探望的名义故意告诉她被醉酒皇上冲庆,并且还上龙子的事情而让复长皇后更加的绝望,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在角楼上一跃而下,被纯飞设起调走的魏英洛回来看到的却是皇后冰冷的身躯,后来,魏英洛在元明园为皇后代孝首领,两年后终于看到了明玉出宫,得意与故人相见。 但明玉却非常反常,做任何事情都战战兢兢。 这当然瞒不过魏英洛的眼睛,他从明玉口中知道当年姬哀歌,魏纯飞连同太监所害,明玉也因此遭受虐待。 魏英洛决定回宫为皇后报仇。 他在元明园中设计了一处吉祥之兆,讨得了太后的换心,想要因此,依附太后得以回宫。 但皇上担心他是迷惑太后,当即决定要封他未答应,最后太后因为喜欢他的吉利剑,可命令皇上封贵人。 如此魏英洛通过太后成为了皇上的女人,然后便随皇上回宫,被分到了最偏僻的延禧宫。 因为念及旧情,很多元妇查皇后身边的侍女,太监都一起回到了延禧宫。 一群宫女想着原本和他们一样的魏英洛,一下子飞上枝头成凤凰,成为皇上的嫔妃,自然是有一些妒忌的,或者不服气的。 当然,多数宫女们懂得了如今的地位差异,也都不敢多说什么。 唯独有这么一位宫女,照着以前和魏英洛,一起是丰富查皇后的,直呼其姓名,虽然被名誉斥责了,依旧是不服气的。 她也就成为了英洛以锦啸游的点半,这个宫女就是琥珀,虽然成为皇上嫔妃,成功回到了紫禁城,但是皇上可表示不会太经验起功。 也不会过问魏英洛,这导致魏英洛进功如同冷宫,连宫女,太监门都不待见。 在这种情况下延续宫的宫女琥珀竟然也落井下石,对魏贵人魏英洛一致气使,刚开始魏英洛一直在忍让,其实在悄悄地下一盘旗。 他要好好的收拾下这个不识乡的宫女,有一天魏英洛终于千方百计地引来了皇上,琥珀给生病的他端了药堂,因为药堂太烫他质问了琥珀,谁知道琥珀反倒大声反问,闲套自己吹凉。 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皇上碰见,皇上大怒叫太监赵泽,被打的是血肉模糊,掩掩一息,还被拔去了新者库,这只是魏英洛进功的第一步,他要让他们知道,这就是黛曼主子,以下半场的人的下场,但是琥珀并没有因此死去。 在新者库遭受弃令,后逃出碰见,已经是季后的贤妃,被他利用,告诉尔秦勾引皇上,彼此复查皇后的真相,魏英洛因此毒死了尔秦,但也因此被皇上冷落,彻底失宠,这都是季后计划之内的事情。